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啦 邱雅 对不起 我得回去 邱雅 我求求你别走 对不起 我不能留下来 我满脑子都是 都是林斯嘉 我 我刚才 刚才是我不好 我 我晕了 你赶紧休息吧 我 不 我该走了 邱雅 我求你别走 我是说真的 我什么命分都不要 我也不要求你和私家分开 我也不想拆散 或是破坏你幸福的家庭 我说的是真的 邱雅 我真的很爱你 对不起 邱雅 我只要你的爱 我什么都不要 邱雅 我该走了 邱雅 我求你别走 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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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究竟哪一天不如私家 但你告诉我原因 不然我不会放弃的 因为你不是林斯嘉 我爱的人 只有他 我爱的人 姐 姐 姐你怎么了 姐 姐你怎么了 姐 没事 你别问了 是不是李秋雅欺负你了 这个流氓看我怎么收拾他 别 姑人 李秋雅 姑人 李秋雅 姑人 你给我站住 李秋雅 你干吗 姑人 李秋雅 你给我站住 姑人 李秋雅 你凭什么欺负我 姐 姑人 姑人 你说什么 和门礼是我亲姐 你欺负他 我打死你 姑人 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吗 你心里怎么想我最清楚了 这司家安得什么心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胡说 别打了 别打了 姑人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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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雅 你赶快走啊 李秋雅 我跟你没完 姑人 你干什么吗 姑人 你别走 你放开我 李秋雅 姑人 你还要闹了好不好 走 你跟我回去 快点擦一擦吧 别干毛了 你不要怪李秋雅 你不要怪李秋雅 他没有欺负我 姐 他没欺负你 那 那你们刚才 怎么回事啊 姐 你要怪就怪我吧 不要怪秋雅 因为 因为是我自愿的 自愿的 她是林私家的丈夫 你就不怕林私家伤心吧 她是你最好的闺蜜 怎么 我 我知道 我都知道 我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是感情 感情有时候真的很难控制的 不是吗 就像你 你不是也很喜欢思家吗 对不对 对 对 我是喜欢林私家没错 但是我妈有句话说得对 有一种爱只能放在心里面 对谁都不能说 更不能对她本人说 就 就 就好比你晚上做了个梦 等到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你再回忆梦里的情形 只要心里面是甜蜜的就够了 仅此而已 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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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就会知道 你的心里有多痛 你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你就会知道 心被掏空的感觉啊 你对思家那不是爱 那是一种欣赏 一种喜欢 那不是爱 那不叫爱 姐 姐 姐 我告诉你 那就是爱 那就是爱 这种爱不是战友 不是掠夺 只不过是以一种 无私的方式存在罢了 姐 放手吧 李清安她根本就不爱你 她就是个自私鬼 谁 我 我 我知道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 真的会很痛苦 李清安你让我怎么办 姐 姐听我一句吧 放手吧 不然你跟李思佳都会受到伤害 为了李秋阳不值得 我知道 我不能伤害思佳 所以我求求你 姑娘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你一定要帮我把今天晚上的事情隐瞒过去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绝对不能让思佳知道好不好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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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你快は 至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秋阳 你可回来了 怎么弄成这样啊 怎么弄成这样啊 怎么了这是 没事没事没事 胳膊怎么了 我看看 我看看 怎么弄的呀 没事我 喝酒了 对对 我喝酒了 然后我就没敢开车 打个车回来走到门口给划了一跤 就摔了 没想到摔成这样了 还行 没事没事 你说你这么大的人了 我给你拿棉球去 没事没事 四家把你的手机都打爆了 就是没人接 你看看 忙活了半天 四家给你准备了这么多菜 还有你最爱喝的鸡汤 和那个三文鱼 你没去农场 去了 他一早就去了 中午就回来了 你看看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给你带回了这么多的鲜花 有你最爱的百合 还有那个薰衣草 本来要给你一个惊喜 搞成这样 我手机落办公室了 我们也给曼丽打电话了 可她的手机怎么也老不痛呢 对啊 怎么回事啊你们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了 等了一天四家电话 四家一直没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 她又把我生日给忘了呢 正好来了一群同事 吵着要去吃烧烤 就拉着我去了 我也不好拒绝 我给你擦擦 你瞧你这一头的水 固然 喂 喂 我是固然 固然 李秋阳 李总回家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 谢谢你啊 还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什么 你到曼丽家找秋阳去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李总过生日 几个同事约着李总去吃饭 可没想到曼丽姐的胃病犯了 然后李总就把曼丽姐送到了医院 然后又把她送回了家 我来的时候 李总刚走 这个秋阳也是的 他知道曼丽胃不好 就不应该去烧烤吗 自己爱吃 非要拉着别人去吃 她现在好多了 放心吧 有我照顾她 有你照顾我就放心了 你多给她喝点热水啊 然后早点睡觉 好 好嘞 拜拜 曼丽胃不好 你还带她吃什么烧烤啊 吃什么烧烤啊 你看 又犯病了 一身都湿了 没事我没事 还喝了那么多酒 又淋了雨 你都多大人了 是 是我不好 我不好啊 喝了酒又淋雨 万一感冒了怎么办 我去帮你放洗澡水去啊 妈在后面呢 让你担心了 放手 妈 炒那么多菜 这是什么呀 鸡汤啊 我真的好饿了 你帮我热一下呗 那好 四家 咱们去热菜 你呢 赶紧去洗个澡 换个衣服 四家也没吃 我们都没吃 在等着你呢 快去洗澡啊 快去吧 替我谢谢孤兰 真的对不起 不用回了 surprise 我可不是 我看你瘟汁 其实爱情如同响起一样 回风吹过随风飘散 其实爱情如同花儿一样 花起一过如何重来 其实爱情如同光明一样 不知不觉春去翘来 其实爱情如同流沙一样 紧握手心终将消散 在任性放开 其实爱情如同响起一样 回风吹过随风倒散 其实爱情如同花儿一样 花起一过如何重来 其实爱情如同光明一样 不知不觉春去秋来 其实爱情如同流沙一样 紧握手心终将消散 在任性放开 也许应该放弃你 也许应该宽恕自己 快吃 多多 多多 好好吃啊 多多 自己吃 自己吃啊 鬼 四伽 我昨天晚上琢磨了一下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谁啊 那个无论是年纪 长相 包括她的职业啊 都挺适合曼丽的 谁啊 就出版社那唐大哥 你记得吗 这怎么回事 何曼丽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不是那个婚戒所介绍的那个吗 妈 她说那男朋友不靠谱 估计长不来 这事也挺费事的啊 你说曼丽这条件 她心那么高 什么样的男的才合适她呢 那个人条件怎么样啊 一个出版社的副总 四十多岁 离了婚但没孩子 我觉得这个人虽然话多点 但挺幽默的 靠谱啊 老公 这人不错 我怎么没想到呢 要是条件合适 赶快安排他们 我们见面 那这么着吧 我跟那个唐大哥联系一下 这事情已早不已迟 定在今天晚上 我跟他联系完之后 你给曼丽打电话 我给他打干吗呀 你直接跟他说呗 相亲这种事情 我一个大佬 爷们弄得跟红娘似的 这么着啊 我跟你说 我们约好了之后 你就带着曼丽 去找唐总吧 你不去啊 我 你跟唐总更熟 这事你得去 是吧 妈 对 我跟思佳的理解一样 就得你亲自去 这事看你的了啊 行行行 过来 我刚要敲门 门开了 李秋阳站在门口 李秋阳看见我 脸色都变了 姐呢 姐姐蹲在地上 臭臭答答的 哭得特别伤心 我当时就以为 李秋阳欺负我姐姐 我追上李秋阳 我就给了李秋阳一拳 你打他了 能不打吗 我从电话那头听 林思佳一点怀疑都没有 阿姨 我明白了 原来和姐姐和李总 关系早就不一般了 乐乐 事情还没有弄清楚 可不能瞎说啊 我没有瞎说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瞒着你们 没有说 就是七夕节的那一天 和李总在一起 吃饭跳舞的 就是和姐姐 她跟我说 她承认的话 在林总那里不好交代 也会影响公司的声誉 反正公司的人 都认为是我了 那就将错就错 我想也是啊 等李总回来了 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可是没想到这么巧 那天在公司开会的时候 林总正好打电话 到何总那个新手机上 就是我接的 林总一听到我的声音 立刻就挂了 我想 她可能认为 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就 现在四驾还蒙在鼓里 我们暂时先瞒着她 我 许乐乐 你听我说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 你也知道 何姐姐 跟林慈家之间的关系 这件事 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的 反正 我已经不是一美丝的人了 我就想留在农场里 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我心里清楚 这个曼莉 怎么这么糊涂啊 曼莉 对不起啊 都等你好长时间了 有事耽误了吧 嗯 店里的事情 哎呀 你怎么穿这事就来了 来不及了 随便穿了一件 我还以为你能穿得漂亮一点呢 快走吧 这儿呢 邱莉 邱莉 坐吧 好 唐总去洗手间了 马上回来 你们昨天去鱼人码头吃的烧烤是吧 是 我听那个多多的老师赵老师说 鱼人码头不是在装修吗 装修得这么快啊 是 是在装修 我们俩去了之后 本来准备走了 后来正好边上来了几个 那个渔民啊 摆的摊 卖那个海鲜 所以我们就在路边摊吃了点 对 就是那种 临时摆摊的那种 味道也挺不错的 挺好吃的 你们俩是小孩啊 这路边摊的东西能吃吗 怪不得你坏肚子胃疼呢 以后千万不能吃这种东西了 很不卫生的 昨天都谁去了 老唐 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来来坐坐 唐总 好好好 来 来 老唐 坐 你好 我帮您介绍一下啊 这个呢 是人民出版社的唐元庆 唐总 这位是何曼丽 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和邱阳的大学同学 何小姐 您好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请他们夫妻俩一直介绍你 很高兴认识你 是吗 请坐 好的 请坐 秋阳一直在跟我夸唐总 我也觉得唐总真的是一表人才 而且又满腹经纶 多才多艺 写了一首好字 对吧 而且还出了好几本书 都是四五十万字的 你好像还带了几本送给曼丽啊 不敢当 不敢当 这是我写的几本书 请何小姐指责啊 谢谢 谢谢 看看 唐总文才真的不错啊 你看啊 还有照片 这照片 唐总平时不是很爱笑的吗 怎么一照相这么严肃啊 穿的西装革履的 像三四十年代的徐志摩一样嘛 唐总 你好像还很爱旅游的 还行 还行 曼丽也很喜欢旅游的 唐总 你是不是周游过好多地方了 还拍了好多照片 要不你也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我结过一次婚 没有孩子 和前妻也算是 和平分手吧 我是标准的单身汉 你太谦虚了 你应该属于 钻石王老五级别的 哪里哪里 今天认识何小姐 还是很高兴的 希望以后能成为朋友 听说何小姐 我们都是经历过生活的人 这没什么不好啊 经历过生活 会让我们更明白 幸福和生活的含义 说实话 我曾经一度也消沉过 也对生活失去过信心 是 后来想一想 男人嘛 总要专心事业的 是 亲爱的老弟啊 认识你这么多年 这件事算是 你为我办的最大的事 太客气了 你还别说 这事真的多亏邱阳了 早上吃饭的时候 他就突然跟我说 唐总跟曼丽 特别特别合适 而且有很多共同语言 然后我一想 还别说 我就约了你们一块 来喝个下午茶 邱阳 介绍介绍唐总 老唐这人我相当了解 这人吧 跟别的单身汉不一样 别的单身汉家里乱七八糟的 老唐啊 那是特别爱干净 你得跟人学习了吧 是是是 得学习 今天哪 邱阳是帮了大忙了 我当时就想 唐总 这么优秀的人 我怎么把唐总给忘了呢 俗话说 好饭不怕碗嘛 我这个人啊 经常被人遗忘 这个 既然要遗忘的话 还不如留个名片呢 对吧 换个名片吧 这是我的名片 谢谢 对不起 我没带名片 以后再补过 没关系 不客气 坐坐坐 请坐 干吗那么紧张呢 我们家曼丽啊 一见到生人就会有点紧张 但没关系 唐总都是自己人 以后我们来日方长 对吧 经常一块儿出来 喝个茶什么的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来来来 随便吃 别客气 来吧来来来 别客气啊 曼丽 吃啊 请请请 来吧 吃 别客气啊 吃啊 曼丽 好 谢谢 四驾 这个 什么样 你来吃 给你 哦 都别客气啊 吃吃吃 好吃 好疼 不好意思 那个 我去上一下洗手间 哦 好 好 好 真不错 我非常喜欢那一片 反反复复吧 我看了好几遍 真是厉害厉害 过去 过去 看你说的 来 好 来来来 秋阳 你怎么安排的呀 我怎么了 曼丽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旗舰店里有急事 让她必须马上回去 不会啊 你去看一下吧 那行 你们聊 我去看一下 没事没事 你们先吃吧 聊一会儿啊 曼丽 曼丽 你干嘛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干啥啊 曼丽 曼丽 李秋阳 你不觉得 你太过分了吗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是垃圾吗 我没这么想 你以为我真的 没有人要是不是 没有 我怎么做是为了谁 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为什么 你倒是告诉我 为什么那么做 好 我坦白告诉你 我们俩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对不起林思佳 我对不起我的家庭 曼丽 之所以给你介绍唐总 是因为唐总这个人 真的不错 连思佳都认为唐总适合你 你懂吗 我不需要你们的好意 我也不需要你们介绍 不需要 你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 我告诉你 这条路走不通 走不通 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啊 你怎么可以那么自私 你觉得你说这话负责任吗 昨天晚上我还跟你在一起 你今天就把我 推给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 行了行了 你现在不要那么偏执行吗 冷静下冷静下 咱们回去 你要我怎么冷静 你教教我 你要我怎么冷静啊 曼丽 你听我说听我说 我们不要吵 不要吵好吗 我告诉你 我这么做就是为你好 听我话咱们现在回去 唐总还在那等着 你别碰我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要换不上 我 这 感谢观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的有事吗 我看不像 他也太失礼了吧 就算他不喜欢人家 他也不至于这样啊 大家都是朋友嘛 你说对不对 好了 你别琢磨了 什么别琢磨了 你说多没礼貌 你说我们俩在那儿 多尴尬 本来是一片好心的 让唐大哥 我怎么想啊 你说这事给闹的 他怎么跟你说的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旗舰店有急事 旗舰店有什么事啊 非得现在赶过去 他至少过来 跟我们说一声嘛 对吧 当面打个招呼 你说这是 我回头再问他呗 我去找他去 都去了 他都还找什么找啊 我去旗舰店找他呀 我回头讨主 我都在乎 那个手段 看出来了 你有什么人 再去 给我 就走了 apore 又 conquered 这还在 Green 在 gri 也吃了 叫什么 闹一个 我都是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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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